曾少侠请了 真是鸣枪一躲 案件难防 张无忌在光明顶上一压空同昆仑两派 甚至连少林方丈空文大师都败下阵来 不料却被武功平停的华山派掌门人 险于通暗算 这意外 让在一旁观战的杨潇摇头叹息 以为是老天要灭名叫 乃至张无忌中了暗器后 竟然面不改色 仿佛啥事也没有 原来他早已乾坤大魔一心法 移动了坛中学学位 险于通奈自以为必死无疑的一击 其实只是让他受点皮肉之苦 片刻过后 张无忌便以内力 硬生生地将暗器逼出体外 看到险于通自食恶 在场的名叫众人齐声叫好 六大门派至此已经有五派败下阵来 如今只剩峨眉一派 灭绝师太首踢一天剑 荒然走向广场中央 他虽然亲眼目睹五派群雄都败下阵来 但总觉得那是因为这些人太过农包所知 眼前这小子 几天前曾被自己打得口吐鲜血 充其量不过是内力强些 武功不见得真有那么厉害 眼见以天剑寒光逼近 张无忌不敢硬杠 只能凭借脚下的滑轮鞋急速后退 直到脚下直冒清烟 他才纵身而起 几个后空翻避开锋芒 然而面对灭绝的平平进攻 张无忌还是很被动 他深知以天剑无坚不摧 即使武功再高 被他刺中也是非死即残 为了有效应对 张无忌双掌交错 用乾坤大摩一将灭绝引入虚空 灭绝紧追不舍 心说你就是逃到阴曹地府 老娘我也要将你灭了 不料下一秒 灭绝被无忌双掌击飞 身体以八十脉的速度向后倒掠 以天剑也脱爽而去 额眉重弟子健壮 纷纷纵身夺剑 结果都被张无忌踢飞 唯独周芷若安然无恙 原来是张无忌对他脚下留情了 无忌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小时候 紫若在汗水对他曾有一饭之恩 不仅如此 二人还彼此心生爱慕 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都留着 对我好的人 我永远都感念在心 所以落地后不禁深情对视 护送秋波 不料这一幕正好被灭绝看到 他怀疑其中有猫腻 于是命令周芷若去杀了无忌 芷若虽然于心不忍 但也不敢违抗失命 为了两全 他只好将对准无忌咽喉的剑锋 向左肩刺去 张无忌不相信 芷若下得了手 这才没有多闪 真是应了英雄难过美人关那句话 小赵见无忌胸口鲜血直流 心痛不已 至此六大门派都已败下阵来 张无忌忍着剧痛站起身子 说到谁要是不服 尽管上来挑战 可他做梦也没想到 那个最不服气 也最难对付的人 此刻却在山巅之上